很合理不贵 我最近还看到过桥的定价 这个过路费 很合理不贵 60多 60多块钱 这个价格我一看很合理 因为它没有考虑到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收回这个工程造价 如果你定个五年十年 收回工程造价 那那个过路费是天价 那么现在呢 它就很合理 它这个价格就是保证 这个车子上面的 不管是大巴的车也好 卡车也好 就货物的这个流通 和人员的流通 它的成本都相对的会低嘛 促进你这个流通嘛